欢迎来到第102晚的深夜开头 这个podcast会讲关于POE 也会讲生活上事务大小小的事 在开始之前 我在这里特别多谢会员对我们的支持 成为会员就可以听完这个podcast之后的podcast Minnah E食堂 我是H-Fork 今天也请到Carl上来跟我聊天的 Hello Carl Hello 你好 你好啊 距离上次又一段时间了 又一段时间了 真的 这次邀请你回来 又是想跟你谈谈关于D4的话题 哈哈哈哈 但是在讲D4之前 就先讲了少少POE的事 好 首先昨天 今天我们的录音是星期三 昨天就出了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说POE3.23会有延迟的 就延迟到12月头 8日 好像是8日 他没有给我们时间 但是也应该 8日 不知在哪里看到的日子 然后说 挺好的 可以快乐玩完 跟子女去旅行 去旅行 是 应该都是8日 我想应该不会到15日 是 因为他们不会想移得太迟 始终 不想像以前那样 你还记不记得 一到圣诞假 然后圣诞假 之前那星期出了 然后圣诞假 加上新年三个星期后 不要说Facebook 是啊 不要说Facebook 然后回来就要 变成了极赶 然后下一季 就是三月那季 然后就糟糕了 每次都是这样 是啊 被人罵了整个假期 是啊 所以应该就不会去到15日 15日应该是最迟 最问哪 望望他8日左右会出 但是呢 这个延迟的影响就大了 为什么呢 这个影响就是 拉斯婆本身想着今年出的 肯定他们是年底才出的 嗯 那么 现在出这个消息之后 他们那边都是昨天才知道 原来GGG打算延迟 我相信GGG也有可能是昨天才知道 他们要延迟 计算是昨天才能认为 我们认为GGG 一点都不自然 好了 好了Lars Epoch现在正在投行 它的公司开启可能跟真是龙头撞 D4就不用理会了,D4就准备下个星期就出了 3个月后也在说1月 最多都是December有些活动,但不是它的季度开启 不会有任何影响 或者他根本未必会放PoE在眼内 他本身也未必介意跟PoE的战略 是的,会不会呢 我发觉这个ARPG这个游戏开始越分越阔 整件事没有太多关系 越来越少,还是很多的 越来越少关系,这个多是不是那个少呢? 有未必,以刚刚D4为例,D4的售众和PoE完全不同 是的,完全不一样 D4炒车,有人说试PoE,很多难民 的确是会多了人玩,但不是真的多了整个饼 但是在Bass Epoch来说 其实某程度上,它的定位可能比D4和PoE 可能更加倾向了Single player base 因为其实没有一个太大关联令你想玩multiplayer 除非你真的有朋友 如果不是,你等于自己玩 暂时还是 是的,迟些他有trading 那当然就会变了 但是现在这一刻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好像很大影响 当然当然一大部分是三样都玩 这个就是问题 因为1.0是 假设会有 Traden 即是Faction是1.0开启的 功能 一样还是另一样 拉斯托克就有这个关系 然后Torchlight那边也有同一个关系 完全一模一样的关系 Torchlight完全完全感受得到 PoE的受众和它的受众是重叠的 是 是重叠到不得了 特别是外国的市场 特别是外国的市场 他基本上今季 听回来 今季外国的反应都不是那么热烈 台湾或者大陆那边就很热烈 那边就没什么大的影响 反而应该是比他们预期中好的 那个人 如果他们巩固到台湾和中国 他们下一个想拿的饼 就是PoE 外国那部分 但是那一刻他们很难很难才能够 不是他这个作风 总之就是因为PoE的一个延迟 现在业界有两个游戏 在想要怎么做 说真的不是说笑的 特别是Torchard Infinite 他原本是想要做一个flashback的 的 是有关的 他在 为什么呢 他还没公布 实际上是什么 他纯粹在Bilibili 官方的Bilibili币 在不知哪个人的 某一个视频里留言了 说会有闪回 活动 就是flashback 闪回 是 即是直日的 然后 然后在他们的 那个close corner 即是他们每两个星期会有一个 类似的podcast 去做一些q&a 里面他们也多次提及过 会有midlead的lead 即是一个贵中的鬼 即是一个lead的event 是的即是一个lead的event 这样算一下 其实应该是 现在这段时间 到11月左右的时间 which PoE昨天的消息 就是说了除了他们的坚持之外 11月也会有活动 嗯 所以 那些人说是无限胜锁 是啊是啊 我看到无限胜锁 OK的 因为上次他们说不做 是不想在那一季做出来 今季没滴口了吧 谁知道大家又跌眼镜 又找些打Coin 沈居在那里又玩做实验 打Coin真的是做实验 大家看到了它是PoE2的实验 是啊 所以不排除 不排除它会做这一类实验 如果 假设它 因为我假设它12月的季 就将会是 一个endgame改动 你看过我前一条片 你们都听过我说这一件事 在 Fade Connection 先两集的Fade Connection Catmaster Bellamage Tex 和Tiler 四个 他们做过一集 就是 讲关于 他们在Tex 和 Gamescom里面 跟 GGG那群人聊 就问过 PoE1的未来是怎样的 当时他们就说 原本就想着 是 endgame content 就纯粹是加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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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因为铺牌 PoE2 但是PoE2完全斩开了等等 所以这件事就 不需要再存在了 不需要绑住自己 没有一个 拨的endgame expansion 那 那 Beg Endgame expansion 过往一直都是12月做的 啊 如果他要推迟到12月 他又说有一个大的 这个我就 很难想象 不是endgame expansion 对上一次的endgame expansion 是延伸了些什么 Sea of Atlas 多了红蓝网 由 Maven Maven是再对上那一次 我说过去三次的endgame expansion 首先就是Syrus那个 就是征服自己的那四个加上Syrus 然后就是出了Maven 出了Maven之后就再出红蓝网 然后红蓝网之后我们已经有 我想整年没出过 年多没出过新的东西 去年都是红蓝网而已 一直到现在都是红蓝网 但是是再去年出的红蓝网 他中间所谓多了的一些东西就是 Uber 那七只 Uber网 但是那些不可以当是一个大延伸 然后在中间他所谓 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就是加了一些Atlas memory 改了一些Atlas passive Atlas passive也是上次出的 大那个Atlas passive 原本是每一区自己有一个 变成了现在一个Atlas passive 由下而上的Atlas都是 最上那一次大的延伸 就是之前说的 如果你想玩什么内容 就要向左上角走 其他去右上角走 是的 所以他也预望这次 12月来的一些大一点 其实都可以的 都好的 如果不然就很没诚意了 是啊 很没诚意 他要试图给你看 就是我搞两饭都搞得怎么样 这个 在股东也好 在投资者什么都好 这个印象很重要 是啊 而且 这一季是什么时候开的 8月 8月第2还是第3个星期开的 差不多 XRcoin之后的3个星期 8月第3个星期 然后如果去到12月的 可能头那两个星期 这都大概4个月左右 嗯 都很久了 3个半月4个月 嗯 4个月他们要弄这一类型的东西 我有点 有点信心 对他们来说 哈哈哈 我觉得可以的 有时间的 还有另一样东西就是 那个Core Supporter Pack 2023年的Core Supporter Pack 那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暂时都没见过 除了有一个是Forge的那个 和Crucible有少少似之外 就是 480元跳飞的那只 是啊 Foyborne 对呀 Foyborne那些全部 什么Chronomancer 那些全部都没见过 所以有可能是跟他们有关的 我想 我希望 看看他第一条预告片先 再逐个看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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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条柱子的花纹是后现代表现出他们的传统精神 一定是和Foyborne有关 哈哈哈 用这个方式去处理 对吧 哈哈哈 另外我亦都想说多一点和PoE2有关 因为在昨天的预告 在刚才所说的我听的那个Podcast里面 都有一些新的PoE2的消息 是说什么的 在昨天的新闻 那个消息那里 他们说 3.23发布会里面会讲关于PoE2的Beta的内容 是不是 是 他们在Podcast里面 就是Faded Connection的Podcast里面 他们就提及过 他们又是在现场 问回员工的时候 他们就说 大概 PoE2的Beta 他们暂时估计是三个月左右 他们希望是三个月左右 Beta三个月那么久 是的 那么 上次好像更久的 3.0那次 本来都是想着三个月 然后一直延迟 那么 这次他们也不排除可能会长可能会短 但是暂时我们有的资料是三个月左右 另外就是 Beta里面会有什么的内容呢 Beta里面就将会有所有内容 由 Campaign一直到结局都会有 都挺瘋的 是的 就不是好像B4的那样 磅磅磅磅磅磅磅 但是T4的两天 可能他都信住在开启 还有T4的 那个准开启 实在是太过 太过赶 广手广脚之外 很赶就推过去上市 大家在最初最闷的那些玩两次 三次 其实整件事很蠢 然后第三样东西就是之前有听过一点点但是当时没有这样联想过 然后他们就说PoE2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就会知道世界生成系统有所不同 但是原来这个世界生成系统比我当时所说的生成方式是更加复杂的 再进化了还是上次没有说完 应该是他们上次没有做到那么多 然后决定了再加的 19年时候应该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 但是在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世界将会是每一季有些少不同的 玩得很大 是啊但是听下去好像玩得很大 暂时的一个例子我不是太感激的 只不过是可能F4你就看到要坐船去七个不同岛的感觉 你是说PoE2吗?七个岛 是PoE2 这个我不是太知道的但是继续 不关键不关键 PoE2在F4的时候就是有一条船 你要去那些不同的岛那里找其中一样东西出来 去推进某一个主义 那样东西可能每一季都在不同的岛那位 但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岛那里 接着可能下一季是七个 再下一季可能是三个 那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令到你每一次玩的顺序 每一季玩的顺序和要发现的东西都不同了 那它也会再有其他的活动在那里再加 但是为什么我不印象呢? 就是因为暂时听起来好像很浪费时间 就是你每一季要重新试七个左右 或者看你好不幸 你知道他们有一些竞争 那些竞争可能就会变成 不再像现在那样 大家都可以这样练习下去 而是每一季你要重新练习那一个 然后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案内其中一个任 如果你把它扩大到六个案内 绝大部分的任务都是这样 其实这个会是的 但是我觉得它整个游戏没有理由为了这个游戏 去遭遇它 我觉得为什么有时候你打MAP 我估计的 以上全部猜测 打MAP你会发觉每次打下去 尤其是你如果是拆同一张MAP 你很闷的 因为同一个Layout 可能它有两三个Variant 但是打了十几二十次之后 已经全部都是Layout 其实你都很闷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会加了这个之后 每次就算你每次开了MAP 总是有一些Generic的变化 它不用特意设定了几个固定的方式 但是总是有一些变化 这个就是19年那时候已经有的 因为那个 你只是入口位 就是你每个人的世界已经不同了 可能我的城在左边出你的城 在右边出这样计 然后打后的全部就是跟着那个Layout 在右边出的排位了 但是这个是Campaign是这样的 刚才我说的都是Campaign 我还在想就是 因为MAP改了之后 只是没有成本套用在Campaign 但是你说一说是 之前Campaign都说了会是 你按个i键 你不知u 一按出来都已经放在不同位置 嗯嗯嗯 然后你重新开Camp 是会好像重新了 不是重新开Campaign会更新 重新开Campaign会更新 重新开Campaign会更新是因为 就是End Game会有一些东西 是需要你回到act里面去做 然后会对你End Game是有影响的 嗯 那一样东西呢 也都可能是每一季不同的位置 就是你可能每一季都想要那样东西 但那样东西可能它的任务 也都会每一季有些变化的 可能今次要你去 commodity 那些东西影响MAP有多大 起码未到他会列出给你看 有什么机会有什么变化 其实很难留言 如果说小变化大家就不会做 大变化大家就会觉得影响了 不是说为了要zoom zoom zoom 是影响了他玩游戏的感觉 应该是向前推进 为什么要回去按键 为了改某些东西呢 待会某个标或者某个方法 但是他要改每打一个MAP 改一次的时候他不是很忙吗 他不是在那里侧着侧着 你知道玩游戏就算有很多Side Quest 什么都好好像D4那样 为什么你地城不喜欢有这么多Event 就是因为他侧着你 为什么不喜欢走回头路 因为他侧着你 这件事是被人骂爆的 但是你要怎么execute 令到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方便 很顺利 那你才可以 如果是学你那个 不是太impressed的感觉的时候 就像D4那样execute不好 是的 暂时听起来就有少少像D4 现在的感觉 which 就是一个好的Side Quest 进去D4 那我们就讲一下D4 第二季 血脂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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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就讲和吸血鬼有关的东西 而那个 那个系统就是吸血鬼的 是 但是呢 它整个系统可以拿到的东西 可以做到的东西 可以打的东西 全部都很没有吸血鬼的感觉 我觉得 我经常觉得现在现有的怪 接着 少少脱皮脱骨 红少少就是吸血鬼的 是 我看这些怪很像样子 非常像样子 又是拿着把劍 又是光头 根本没有变 接着这个游戏又不是有昼夜之分 但是它又可以 就是我不肯定 我没有跟Diablo的世界那么足够 它那边的吸血鬼 可能是不怕太阳就是什么鬼 但是 Defit了整个大家的印象 就是一个纯吸血鬼 我们的吸血鬼很简单 但是就是纯吸血鬼 你这样看它 你都不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吸血鬼 是下了个嘴咒给人 不是吸血了 所以把它变成吸血鬼 因为它的嘴咒 控制不了我们 所以我们去打它 OK 是很大 反差是很大 刚才一开始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是 这样的形式去出这个吸血鬼 就是上季那个 如果也是 我觉得奇怪 你不如直接叫做喪尸 就算了 上季那次是喪尸的 他们说笑都是说疯狂的 但是最后就变成了个心脏 还是什么 不要紧 但是这次吸血鬼有的新内容 血契二能和血见三样东西 嗯 除了血字之外 还有吸血鬼二能 基本上跟吸血鬼是无关的 只不过加了一些红色的细节 加了一些红色的细节 加了一些红色的细节 那就是一个吸血鬼的主題 是啊 而且轻轻捏一下 它所谓的異能比理 那些和上季的细节 还差不多 是 真的好像 也没有吸血鬼的元素 是 其实 冲突有点 哈哈 哈哈哈哈 也有少少的 但是真的懶点 即是他吸血鬼最神奇的地方 你杀那些有诅咒的敌人 你就可以吸了他的灵魂 嗯 嗯 他们吸血鬼我们吸魂鬼 哈哈 一定有保鲜纸 用保鲜纸捉鬼我们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个点我原本都 哎 很少我会执着一个故事上面 讲故不要博故 大家ARPG看故事其实是多余的 虽然有时候可以好好看 但是绝大部分你都是skip的 按skip不是就space bar 但是 当你去到整个Blood season 你 这个才是他最特别的地方 他整个名字叫Blood season 又不是叫Vampire season 但是你讲到Blood你一定会想起Vampire 所以他又硬塞了Vampire 然后他那个血焰才是我罪血 撑不住的地方 因为Helltie用了红色 血焰是绿色 哈哈哈哈 可能吸血鬼的血是绿色的 一个吸灵魂和用别人的灵魂作出攻击 而且绿色的血焰 的吸血鬼 这个就是D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都没开始过去那些 真的没开始过去那些 你玩得久啊 绿色呢 养一下眼嘛 等你玩都没那么辛苦嘛 哈哈 大哥啊 哈哈哈哈 哈哈 立刻玩得久 找些绿色看一下先 好参加一下Event先 放松一下眼 我都玩得久了 哈哈哈哈 心狠累啊大哥 心狠累啊哈哈哈哈 他听上了你的意见的了 他已经不用那个叫做什么 不再在现在身上的装备 吃了那些那些 那个洞位的那些问题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但是他现在 OK OK 不吃不吃 那给这个你 哈哈哈哈 Anyways 认真说一下他的感情 哈哈哈哈 他给这样的东西 你要认真 但是OK Let's go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首先血契先 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防具 可以有血契 甚至乎防具和血契 有什么关系 都未能够理解得到 但是 正好呢 防具上面呢 就会多了三种icon 其中一个 up to 最多好像有五个icon 在一件装处 是 那些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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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来 就是刚才说的吸血鬼異 就 我想 其实可以当他一个passive 是吧 是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塞 那麦尼林林林的心 那个感觉是这样 嗯 哈哈哈 但是 credit rare credit due 他这次这一堆 不是再是很class specific的 就是不是好像之前那样 有一堆 不知道20个 还是30个心 但是有一堆都是class specific 实际上你每个人是多了 只有五到六个心 嗯 几个百搭 然后一堆class specific 这次全部都是比较大路的 是 就是 primary attack core attack fornability crowd control 等等 这样的东西 又或者他们 他们的pox 就是他们的诅咒 嗯 他声称是想 fix 那些resistant 或者overpower 那些问题 他想着想 或者大家不用 primary skills 的问题 这个是很担心的 你不用什么 我会buff到你用位置 这个是很担心的 因为好像第二季 就已经开始 步入了D3 开季 那时候 今季加十几二十% 下季 今季的basic skill 太厉害 每个只用basic skill 不要紧 我们把call skill 加回100% 然后再下一个 call skill 太多人用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帮那些ultimate skill 减一下could down 然后减到用几下 就可以不停用ultimate skill 然后就回去 喂 basic skill 没人用 哈哈哈 你刚刚说ultimate 那个 上次的patch note 已经有address到 哈哈哈 是吗 他加了个 有个aspect 就是说 如果你 以非穿那些怪 的时候 你可以减could down 两秒 最多每次10秒 这样 已经开始有这些了 我看他下次拿什么出来玩 嗯 以这个季度 我们已经很肯定 它是等了半年的季度 是啊 那个内容 真的有点不吸引 的 的确是 因为纯粹单以思神来说 就是刚才说的三样东西 血契 异能 血烟 然后再加多一只金鬼的boss 就完了 是 当然你就不会计那个 所谓legion的boss 是 那些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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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嗯 血烟呢就是 这个我和你都想去做的东西 真的 在那个overworld那里 有些些 event 但我就没有想着 它是overworld 再做一个额外的 event instead of 加进去所有已经有的 event 是的 其实是应该要等你 去random去撞出来 random去撞出来 和大部分时间 都是它那些 这样的 是啊 其实你firm wise 因为你现在 普通Core那些 event 其实没有特别 没有specific收益的 老实说 其实那些算是可有可无的 它现在改了的 因为加多了那只boss 然后unique 就可以在那些boss那里 chase回来 是吧 容易一些跌 就是它就跌过几件 但是你在说 Legion和Helltide 但是现在你在地上 那些圈圈 那些没有东西 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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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所说 加了下去 其他的那些 event 你在车底救一些人 中一些贼的服 老实说 是没有意思的 你是应该加下去 让它复充 给它一些 purpose 但是你又不想 它出现了那么多 你就按那个rate 那里控制 让大家去撞那些 event 出来 去到一些东西被人骂 哎呀撞不到 那时候你就加 加些 event 甚至你每季 然后加些加些 令到那件事 多些不同的东西 你可以farm到 甚至拜地区 可以很多东西做到 那些东西做到的嘛 其实是 有犯法以前 有犯法以前的做法 就是像你所说 为什么你现在 要搞我的珠宝 这么多地方 搞不搞珠宝 是啊 一样的道理 其实这个 你说它半年开始搞 所以停不了手 接着大家说 看看season 3 但是我觉得某些东西 你展示给别人看 已经是一个短板 我是不会再拿出来的 就算我做了一半 我也不会要你重新做过 但是 relocate 这些 resources 不是很难的事情 不会很难的 都是出现场而已 你在里面也是 即是那个现场 出现的就是一个出现 是啊 我预期他的做法 是因为他每一次 那个又返回短故 不好意思 一定要返回短故 短故又说怎么样 很厉害 又说影响了整个Sanctuary 或者不知道什么 什么 唯独是就只有那一份有的 其实每一次都是 哈哈哈 你让我们感受到 真的影响了 但是突然间整个地图 可能Whisper the Tree 他现在要你做的 就是因为 喂 这一件事太过横行 你帮我们杀什么 不过其实就很Heltide 唉 你听起来就很Heltide 因为突然间横行 是啊 所以他又未必会这样做 但是他一些限时性 令到大家 堆上去的idea都是好的 甚至你Legion 我知道你有Legion 但是Legion本身没有什么film 你做过这个Legion版 那大家就算有些film的感觉 都没有 因为他说到诅咒这么厉害 我以为他连World Boss 那些 就是今季 你说真的他只有三个World Boss 每一只要加多两招 或者加多一些吸血鬼 诅咒的效果 什么鬼有多难 是的 即是你去海洋公园 特意为哈佬威 但你去到入口里面 一些南瓜都没有 他说里面有的 你进去吧 但整件事是错的 你应该由头到尾 给人的经验就是 是 是啊 都还是整个 赛季的主题 和游戏的核心 有点不挂勾 但我不知道他们不敢做的原因 是不是技术上的限制 这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应该要解决的 不是我们去同情他们的 他们会不会是因为这堆 都列入了核心的内容 所以他们不想带到 Eternal Realm都有这堆效果 所以就不这样融合了他们 如果是的话 这个真的是他们自己很大的 对 是啊 这件事我最近又学回来 为什么呢 我被老板骂 就是说你所有事情 都由太过落地开始做起 运行在这一定是对的 你不会错的 用这个方法 但不是别人想看到的东西 你一定是设定一个框架 再看看如何复充你的目标 即现在你的主题是在讲血 你应该是要想 如何复充血的主题 不是有血主题 加了血 我做了 这个变相就像现在这样 今次的主题是血 我加了血 里面有血的了 老板你收货了 但不是 我目标是要整个框 整个框是血 如果整个框 让我感受满血 我不是要里面有血的成分 大家就是由底做起来 和定做的分别 其实某程度上就是 纯粹有血的成分 是的 就是在显示他们的管理 我不知道 Chris Wilson 现在用这个字 哪个游戏都对 Chris Wilson 有没有去运行到 Season 2 可能我刚刚进来 没有了 Season 2 做完了 要等 Season 3 不知道 但是按单 Season 2 他就很明显有核心 但是这件事就拉不上去 当大家在落地做起的时候 想法就不会混合到 Core 但是他开始设定的框架 就是Core 我不会乱动的 因为可能隔一袋 我才想些东西 怎样加下去 因为为什么呢 正在做的了 不改的了 这个其实就是 在我们那间公司 就不会 但是同行的公司 就会这样回答的 真的很有趣 所以可能他们的风气 已经转了 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是蒸汽求蒸的 浮雪 为什么现在有问题 就是因为已经不是这样 为了交功课 在开始第一天不信 就是出Overwatch的时候 不是很信 但是出完 Season 1 现在出 Season 2 你越看贵贵都是这样 贵贵都展示给你看 我只能交功课 为什么呢 Bobby Kotex是这样做的 我就这样跟 为什么呢 我做多没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又不是埋班 我又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我的游戏已经赚钱了 我已经做什么都可以 老板不看 也没有很需要做 很多这些东西 一定是公司文化的问题 刚刚我说Bobby Kotex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 也未必有关系 但一定是公司文化的原因 令到他的游戏 不会想得太过全面去处理 嗯嗯嗯 这个都很肯定 一定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认同 绝对认同 因为都很明显 你上得去的 上得去的 那些Dev Talk 那些CAM Fire Talk 那些东西 其实很 很市场的感觉 他不知道我们想要问 你有什么可能 会跟我们说 我们玩完之后都什么 大哥你自己测试的时候 你没玩过呢 没可能出了 然后再加上出了第一个月之后 你才感觉到这些东西 我们半个钟后来就已经感觉到 是啊 可能10分钟内就已经感觉到 就算你设计男士 你内部总有人试 试试什么都好 那些人会有反应的 你有没有听的 而且他还没明白 但是我们如果一只新的游戏 去典戏 他就可以用他现在的方式去展示出来 但这游戏典戏了 你不可以再用 好像很新的东西 我弄了一个Dev Talk 大家打横坐在那里去说出来 那个feel不同了 因为你新的游戏典戏 我们没有input的成分 你就可以站在我们对面 跟我们说 但是到我们有典戏了 大家的意见 你就知道你们不行了 甚至已经在走 你是不可以用这个姿态 或者用这个距离感 来跟我们说话 因为已经不是你灌输给我们 你要确认我们 我们有东西转变了什么 这里 我们用这个方法 你不需要真的好一到一 我这个adjust you 问题A 这个不是 但是你要在你的presentation 展示了给我看 上季有什么问题 其实你已经在这里改善了 这才是present方法 但是他展示出来的感觉还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游戏 虽然是新季 但是我们当是新游戏 那个感觉就变了很距离 你是不是真的重视这款游戏 你还用这个方法去说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就是 那个方向的问题 就是他们好像没有一个方向 那间公司或者高层那里没有一个方向 不知道到底这款游戏想如何 他们听估计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我觉得 但是完全感觉不到他们自己想这款游戏 向哪一个方向发展 到底这款游戏应该以打保 就是纯粹打保为主 多些标 还是多些可以自己弄到的装等等 暂时每一个季节 只看到的就是一个大方向可以多一些 是 还有四笔帐 都是一句 你有没有装装 有 你不想别人有交易 不可以交易 不可以交易 大家下跌就下跌自己的东西 没有交易 什么都没有 你要这个就行了 我加下去 你要这个就行了 我加下去 但是 两个问题 一没有提出以前试过的问题 所以D3的感觉就重新出现 第二就是 它这件事就真的像你所说 没有了一个方向 究竟你是想多深 几分 这是多阔 还是不够 强山泄豌 另一件事就是 這個 promise of feature 到现在都未出现 例如那个 Leaderboard 它们 season2都不会出 季度3才会出 这个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什么大的 feature 但是正因为它不是一个大的 feature 我也不见得 为何他们要拖这么久才出 也不是E3没有 我都知道E3有 D2也有 D2只有名字 D3看完你装了 进化过了 现在是退化 但就会让我想到底这个Leaderboard是为了什么呢 纯粹像POE POE很简单 每个Ascendancy 基本上是这样 或者整个伺服器里头的15000个 100 level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Leaderboard 那他们的Leaderboard是什么呢 会是Nightmare Dungeon 还是会是 都是升级Leaderboard 还是它本身的Leaderboard是设计了 Season 3的内容 就是它年多之前已经在设计Season 3的东西 现在一直在玩Catch Up 所以我 应该这么说 正常来说 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一只Push Season的Game 今时今日 就是Push Season的Game Season的内容应该是一个Focus 但是呢 我先几天出了 他们上一个Death Talk 关于这个Season的影片之后 留言也有人说 其实他觉得应该 是Season的Game 不应该太过Focus 到Season那里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逼别人每一季都要重新开个人 但未必会有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时间去玩 所以他们 所以他希望可以Focus 在Core那里多些 令到整个Game整体提升了大家都会有利益 Witch 是一个 都不可以说很新鲜的观点 但是再一次 让我明白到 那个Player Base的不同 那个受众的不同 他说这个不是错 但是 D4的进程是什么呢 就是 他现在是想每次都Focus Season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Season的东西可以加到Core 那么他的Core才会漂亮 我知道你想加Core 好了 现在加了一些Boss 是大家想要的 也是他们OK想要的东西 但是 你知道原来都这么多了 我当然是宁愿 吃Season之后 去转Core 这个是一鸡吃两尾 还是我每次加Core 但是Season很垃圾 令到有一批人 不会回来玩太多呢 嗯 因为你Season Film 其实是说 你吸引人来玩的 就是就算你的玩法很好 你的观感也很重要 你的观感很多 你的玩法很重要 所以例如像PoE 我不是玩太多鬼 Skirsh 你觉得整个世界 真的是围绕着Season 去有影响的 嗯 但其实你的游戏 不是说很大变化 但你会享受那个玩法 Sentinel很享受那个玩法 但你没有一个超级大的变化 OK 但是 这些迟些可能他进去Core之后 你又觉得很好玩 其实这个是没有 他说了是很片面 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D4是有在做 但是你现在这样 PoE这样做 可能一步就跳15% 15%这样增长 但是他现在D4的Season 这个level 你一跳就跳2% 2%这样进化 整件事跑输大事得来 你十年后 都没达到大家对Core的要求 所以这个人有没有说错呢 没错 OK 你是要升级的Core 因为Core太薄了 但是用你的Plan 用那个Season 来丰富Core 都不够力 就是现在你两头不到我 手短 脚又短 跑又跑 慢捉捉捉不住 明明手长或者脚长 都可以补回的时候 你两样都不强 但是他身又鬼死这么大 虽然是 他没错 但是又不够 D4衰得来 他拼不了 因为他说不是的 我们用Season 是丰富的 但是他又答不出 就是因为你的Season 封富不了 而我对于他这个Season 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他Death Talk 一开始的第一个Stream 他有绝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是在说 我们上一季之前 已经听到他们今季会改的QOL 他只不过是确定 我们这些东西是真的会确定 但是他们可以浪费了差不多半个钟 八九个字去说那一堆 我们已经知道的消息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还没见到他有提供 还是不知我有漏 大家都记得 为什么这个游戏这么窄 他的原因 后来出就是 他会询查大家的书包 是啊 询查隔壁的书包 和隔壁的仓 开始大家不明白为什么 后来就明白 为什么 因为你的Drop Rate 原来和你的书包 和你的仓里面有关系 是的 你的书包和隔壁的仓里面 有些东西高过多少 他就没有低机率出给你 其实我觉得他像是保底的 想着你没有那些装上去T4的时候 就给你一件厉害的 让你玩下去 我感觉到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实行方法就是很笨 我会觉得你 D3你也试过 第一次完成 不知100 不知完成75 我就给你一件Primal OK 这个就是一个很 基本很简单的補底 亦有效的 大家拆了一件仓 整一件也行 OK 但是为什么你要用一个 这么迂回这么笨的办法 就像你做Excel 你的方法 你明不明白 大家的提供都是这一架A1的了 但是为什么你要做到好像C6就看D5 D5就看B3 B3才看A1呢 这个你计数方法长很多 亦都很多Variant是会错 尤其是你中间二行 计了一格你就会错了 明明大家一起指A1就对的 他这个方法就 我不见他有address 这个问题我不见他有address 那为什么下轨是否打到漂亮东西 我在吸入我朋友的Dungeon 我把漂亮东西一出 送给我的朋友 让我朋友继续带我去刷 我就不断刷漂亮东西 大家玩同一个职就share 还可以 嗯 我都不见他们有address 这个问题 是啊 他就变相 因为没有address 他就不加你仓了 他 仓库也是有改善的 但是 extend够不够 就是足不足够去改善到 我们之前感觉到的问题 这个真的要看才知道 他有改善是search 不止 不止 他珠宝变了做材料 不亚格位 这个已经限了很多位置 然后第二就是他收货的部分 他一些低 就是你去到world tier4才算 白货蓝货基本上不会出现直接 一跌的就是材料 然后你收货的时候就会进入材料的位置 就变相你的inventory有一大堆垃圾 这个不关于stash 这个是你玩的进程的感觉 不是 这个关于stash space 就是你见到的东西会少了 你需要翻成的次数少了 你不会这样创的 你在inventory那里 也是 保石的问题其实更加不关事 你不会留太多不同颜色的保石 因为你很容易出的 而你拆了之前装的保石都给你了 我存了这么多 给人吗 其实本身这个都不是很大问题 最压定的就是 你要给第二个角色用的装 和一些aspect 是吧 aspect好像可以大笔的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有好的 但是之前的问题是这一堆 但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仓也好 因为加仓这个问题 其实D3也不是just 最后给你两页 然后多一两板 这样的 整件事其实都是没有address 还有 现在是不是还在查询 旁边有一个仓库 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又不知道 他又没有说 奇怪 大家没有问 这么大件事都没有人问 他选不答而已 D1 没有人问而已 这个其实在我说的角度是挺大的 因为这个是我的farming strategy 我知道我真的会给别人 等别人做给我的了 嗯 或者跟别人耐用 一起玩road 然后我所有 高过600的给你 虽然你说的range increase了 即是换句话说 很容易可以吸到装 之后更加 又加上可能跌好一点 还要personal drop 挺好的 但是这个很破坏 这个游戏的风气 你改多少都好 这个不改整件事很闷 这个比职业平衡 老实说 我也说 我觉得职业平衡 其实职业平衡 我不介意它在季度 即是季度内容 做一个平衡 多个call 做一个平衡 然后这个季度试完 OK了 没问题了 反正你的季度 都不能进入call 你是不是把你觉得 工作的东西 变成下一季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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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讲了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 讲了一点我真的很欣赏的东西 就是一只马 这只马 很帅 上马下马快了 还可以撞爆些围栏 还有炮得快了 你控制它跑得快 其实这个我想是为了 描述console的问题 因为之前曾经讲过 那些人用console 和用主机玩 那两只马速都不同 原因就是你的控制 在螢幕边的螢幕上 是是是是是 那现在简单了 其实就是说你听 你现在用电脑玩 一半的螢幕一半 已经全速了 那就是就是console 去到盡头边才是全速了 其实它只是console 描述这个问题 那就选到好像 我buff了 那它可以撞爆围栏 那是真的buff了 这个是的 但是它跳不到绿牙 嘛 围栏有多少 围栏有多少 围栏有很多 但是外面 围栏有很多 但它不改走我们 要在外面 做事 那些 如果它今季是没有血战 其实没有必要在外面 那里跑那么多 当然 我们不知道实质上 它所谓buff了的 reward 是有没有体感上的分别 对Whisper 对Heltai 对Heltai Heltai和Whisper 还有还有一个什么呢 Legion Legion 是 会不会是 这四样东西 在外面的活动 这四样东西 是不是真的 reward多了那么多 值得我们在外面 跑那么多呢 如果是的话 那我不介意的 但是 会有多大的影响 这些全部都要去到实测才知道 另外就是 当它真的非常好的时候 会不会变得太开 其实玩家就是一个很麻烦的存在 我觉得 你多东西做 你觉得我什么都要做 很多东西做 我做不完 你只有一样东西做 那样东西很闷 是啊 这个是没办法的 POE 都会是这样的 你无限deft 都会无限性所 都会累的 如果不是有那么多报酬的话 这个是没办法 但是 我经常觉得 它这里有个 我加上了经验 加上了钱 所以你玩Whisper 就多了东西了 但是它同时 就减了减 按这个 enhanced建装 就是你craft建装减了减 因为你赚钱少了 但是现在你其他东西全部 你buff了 那个赚钱 那就变成我又不用 这么多这件事 Whisper 虽然Whisper 现在有个boss 那也算了 它所有 都buff了 就是没有buff过 Nightmare Dungeon 即是它现在不分 Nightmare Dungeon有 有有有有 有少少 但是它因为没有了 endgame boss 所以你现在grind Nightmare Dungeon 你不会有个结果出来 但是你grind其他 你没有一个unit boss 是射到Nightmare Dungeon 它有个图表的 去到T4的时候 Nightmare Dungeon 就是最后一格 它没有指到下面 一个unit boss 我记得有的 我记得有的 另外那三样东西 我记得合出来 就变成了Durial 是呀 是呀 所以Nightmare Dungeon 它现在就特意把它剪掉 就是不给它太多 purpose 嗯 令到事情会平衡 不然大家之前就这么说 我只去T4的时候 我只去T4的时候 装也有 也有钱也有 我不许特意搞个whisper 也好 什么都好 我欠材料 我就一两次heal tie 搞定的了 嗯 是有这个感觉的 看一看 看一看 可以啊可以啊 这幅图嘛 是啊 你看到Nightmare Dungeon 它是没有下面的格子 有啊 它不是指在Durial 它没有指在Durial 哦 不是他 是啊 Durial 和Echo of Lilith 可能我说得不清楚 Durial 和Echo of Lilith 是同等级的 是呀 变相 你不停拆Nightmare Dungeon 好像以前那样说 疯狂拆 疯狂拆之后 你没有再下一步 去引到Durial 因为为什么大世界都在这里 它就要引到你拆左右两边 令到你出Durial Durial出的东西 如果他做到 我吸引过 我拆这个Nightmare Dungeon 甚至衍生的Boss的东西 是会 就会平衡到 就是玩家的路 那个走向 他要做什么 就是不可以盲目去 Nightmare Dungeon 就变成了只要The Beast in Ice 跟着 可能拆那个Paragon 拆到某个水位 你其实觉得OK 你觉得自己够挑战Durial 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一定要 散到世界外面 不可以再困在Durial里面 明白明白 是 所以OK的 如果Durial出的东西做得好 但是又不要太过普通的东西 嗯嗯嗯 他说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Unit 好像比Lily更厉害 Lily本身是没什么跌 是 但是Durial是有自己的Drop list 嗯 再加上 就是他有一件新的Super Unique 不知几件 最有些新的Super Unique 再加上 你本身的Super Unique 跌的机率都高一点 是啊 Zerika有个留言 就是说 他其实他不喜欢某个怪 有指定的Drop list 他个人 我就没什么所谓 我觉得反而要有 你才可以推些Playerbase到处走 是的 我也觉得是应该有 但是他觉得有一个方法 令到他跌得多些某类型的东西 是好的 嗯嗯 但是Witches 其实D4 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有 但是也不是 因为他还没出Game之前说过 不同的Dungeon会出多些不同的什么 但是 他现在变了 是Family 一流 二流 就是Whisper 他也有改到这些东西 是的 Family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不重要的 Whisper 现在变了一次重要的 就是 之前我们不是有三个箱 然后选择 可能是Ring Amulet 还有BodyArmor Keyos 是的 他现在就把那个改了 可能只有一件 然后其他那些 随机的 他现在变了只是跌那种 你可以这样攻击他 这个我是喜欢的 但是很可惜地 这一堆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要实际测试完才知道 因为他可以给我们一堆 那一类型的垃圾 是的 一出来全部材料 因为已经和你消化了 是的 这样也是没意思的 是的 他只会出那样东西 结果他只给一个那一件 然后全部都是材料 他没说错 他真的全部 100%都是他 不是我们想的 所以会是怎么样呢 而且再加上Blissett 他的 track record 不是那么好 在这一方面 所以没什么信心 真的没什么信心 唉 为什么搞到这样呢 另外一个 他们一开始说会改的 都终于改的 就是Resistance的改动 现在终于变了容易理解 变了和POE近乎1比1 只不过上限就是70%大抗 然后World Tier 又会减25%抗性 总之你堆回门到70% 整件事就完了 一个很简单很直接 大家都理解的系统 总之大家要撑抗 是的 但是甲的收益和抗的比例 有没有大臣计算出来 甲的收益 我想甲应该是在抗之后再认 他没说到是之前或之后认 因为现在听到甲就很厉害 甲你什么都挡了 甲什么都挡了 所以这个也是那个 实际测试 没办法 他太多 这个 这个 这个改动幅度 就有点像Torchlight 但是他没有Torchlight那么大 他这个改动幅度 Torchlight的改动幅度 是大到你完全触不到 实际上你会变成了怎么样 但是这个 实际上只不过是很多东西 有点改动 然后你好像不太好知道 最后会结束是怎么样 是的 其实如果 是一个PoE 甚至什么 他甚至我觉得有一个Dev Talk 就会展示给你看 其实以前就是扣这个数 现在的变化这样 真的会变成扣这样的血 就是你要展示给一个信心人 我会觉得 那就是他没有 他都很少 他绝大部分都是slideshow 就是连动都不动 不是video 连动都不动 中学presentation 是的 然后有一帮人 但是这些东西是他的工作 但是这些东西是他的工作 哈哈 小死不小死 可匪而所思 这东西对我来说 你知道吗 GGG是不会说 至少 至少 很少 可匪之 他们会说 我们玩完这个 自己都觉得 通常都是说 我们收到 player的feedback 什么 不不不不不 是arch demesis 那次一次 we fucked up 他都是说we fucked up 但是他不会说 我们试完之后 发共我们 的确是不同的 他不会这么说 因为试过一部分 他要做了才能 哪有人敢告诉你 这间屋 砌完出来 看起来 我都觉得好像有点 是有点危险的 是卖了两年后 跟你说 我砌的时候 都觉得有点 甚至不是 我砌完没进去看过 现在 是真的有点 是不水平的 实际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嗯 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很神奇 好像很自省 很神奇 就是 出来的那班 是没玩过的 真的不懂的 其实 一个strong的leadership 会好一些 他们自己本身 没什么信心 有一次 第一次 Campfire 他们就整班 很颓 这样跟你做 对 如果你有个老板 站在后面 你会不会被这件事发生 你那些人 喂 给点表情 表情管理 你在做show 你如果用show的形式 来present 你就做show 给人看 是不是 你是想跪 跪得认错 你就跪 你不要做个 这样的死人样 怎么好像我骂错你 有些 你觉得 我很失望 但我在你面前告诉你 我很失望 那个死人样 又要找那些人去读 那些人是这样说的 你的表情又不是觉得 你好像说 我骂错你 你那些什么表情 我骂错你吗 有些这样的感觉 会是 是啊 我不是我 而且这一季 这一季 都对我自己来说 我知道他不应该 拿一只Game 和另一只Game 来比 但是你不能 但是 因为你始终 那个取向不同 就是你很难有两只 一模一样的Game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 平等的Copy 就是他那个 设计的理念 背后 和他想做的东西 是不同的 每一只Game 他想成立的东西 所以你很难可以 以Apple-to-Apple的对比 两只Game 但是你设计Section 比较 是的 但是 如果你只是说 那个 改动 如果你轮听 Player Feedback 我就一定会 拿D4 和Toshlight Infinite 去比 嗯哼 如果你说的量 我就一定会 拿他和PoE 去对比 甚至我直接拿他 和Toshlight Infinite 对比 其实他都会给他 不论是量好 和听Player Feedback 然后做出的改动也好 是啊 Toshlight的Core 改得很快 他的转身转得很快 很刺激 很刺激 那一刻真的 真的会吓到的 不希望他会有 那么大的转变 在那么短的时间 他也是延迟的 还有 Diablo 有没有胆量去延迟一季呢 这个也很想知道 因为理论上 他们有六个月是没有需要去延迟任何一季 永远都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做的 以其他的游戏公司来计 比如说 Toshlight用了四个月 PoE用四个月 延迟之后也是 那你怎样加起来 都有六个月 你还要知道有问题 acknowledge了 然后告诉别人 下季不出 再下季才出 我觉得他不会 因为 虽然 怎样说 一般这些季节 例如PoE 他不是收钱 他要靠cosmetic去赚钱 他一定每季出力 保持有新鲜感 保持有人去做 那就会了 好了 但是D4 他也是收了一次钱 要买多少就买了 不排除有些好先人 会多些人买 但是不会多到一个 好像新的高峰 所以在某一个阶段 他一定是要靠cosmetic去赚钱 但是只不过你现在看到 它已经炒了粉了 当然也是 炒了粉了 好 你如果离了一个季节 你少了一个赚钱的机会 第二就是 你少了一堆东西 入call的机会 第三就是 他已经说明 一年出了DLC 你这个DLC的东西 还没出完 你要等下一次 嗯 OK 你变相就是 你这个DLC的销程会很大影响 因为你那些人想玩 你才买DLC 这个很基本 但是 你连平常都保持不到 就少人买DLC 那你的DLC就卖不出 你就不出DLC了 嗯 到时候两个选择 要不就是这个游戏 扔掉它 就是停庚 或者好像Diablo 3 这样烂庚就算 等到那些人回来才出DLC 但是 是不会成事的 因为市场太多东西了 OK 多你一只D4 不多少你一只D4 不少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 胆量出这样 他就算出个烂季节 他都要做些东西 加在call上 才可以贴合到下一只DLC 如果他没有DLC 我觉得他一两年后 就变成D3这样的生活 但是他为了有一个稳定的income 他没有得不敢做 感觉上 真的很认真 真的很希望他一开始选择 说到最初一年是没有季节 他就是做这堆不停改善 去准备 可能也不是一年了 半年后 如果这一次是第一季节 其实没什么人会罵他 我觉得 但是如果 你刚刚说的是的 某程度上是 但是 如果他早早发现自己没有试过这个game 如果早早知道自己原来不试的game 是不行的 他才会这样说 因为他就要靠我们去试 这个基本上有一半是认衰的 不好意思 我试不了这个game 我也没有兴趣去试的game 麻烦你们帮我试 给钱 对对对对 OK 接着在Blizzit的财报里面 他就不能够出那句就是说 我预计每一年会出这个 这个game为IP 为Ablizzit 为Aactivation 每年有多少的期望 你这个project就变成了不值钱的了 不值钱就不会有资源给你 那你这个东西就D3化了 这个一家公司很明显一定有这样的 尤其是Bobby Cortex的旗下 你没有试试到那个income 你不会有资源 你接一半个team 为什么要两个team 做season 给一只不赚钱的game 嗯 剪掉了 这个Bobby Cortex的惯试 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听过 其实网上很多不同讲game的频道有说过 Bobby Cortex在之前他疯狂买公司 压榨那个IP 拿到他没有东西就扔掉了 所以有很多第一集好玩的game 第二集会出现 其中有一部分 如果那个game Under Activation 或者 Under Activation 就是因为Bobby Cortex搞鬼 很多game都是这样的 大家有兴趣的上网 Google 或者YouTube Diablo 两个看 第一 它要避免不要被人抓压这个IP 否则Blissett这一部分的segment 直接没有赚钱 唯独是赚钱 就是 Activation 的Call of Duty和 Kings 那些手柔 Blissett不赚钱 它整间公司就不用支援给Microsoft 你用Bobby Cortex的衣服去行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他老虎蝎都要每年出一支DLC 就算他真的出不了 他都要讲有 对 对 对 理解到 现在你这样解释完给我听 我都理解到 不是同情 是理解到 就是说清楚 是啊 你会明白 为什么他们那些人看着我们 是这样的死人样 就是这样的 我都不想教一些LCA 跟上面那些说 但是如果到时 如果Microsoft 成功收购后 不知多久 其实是 有转机 即是很copium 是啊 是的 希望有转机 但是不知道 因为如果它进了Game Pass 其实整件事就 玩法不同了 真的很不同 他的做法真是 是啊 当然 完全不同了 是的 虽然我们之前给钱 那些人真的会很蠢 但是 如果整个Game 的内容和支援上 有好转 大家都可以不要管 如果你真的欠那70元 买Game 即是美金70元买Game 你真的为你的生活好好打拼 很坏地这样说 是的 又不可以这么说的 我觉得 但是 你买一只Game 你都是希望它好 本身 那只Game 你不投资下去的话 它就一定不会再好 所有Game 都是 永远都是 就算是一个很差的Game 你每一次付钱下去 你都会觉得 两个东西 要是它有潜质 要是你想支持 你觉得两个东西 其中一样 你能复杂得到的话 那都已经可以了 我觉得 但是如果你是一开锅 就想着这一只Game 是值70元 够你玩到很多年 这一只会是我的主要Game for the next 不知 三四年 未来三四年 都是玩这一只Game 那么 我觉得你一开锅 应该未必会想一只 季度的Game 嗯 嗯 对 季度的Game 就是让你跳 那 Anyway 是的 希望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开季的时候 实测完体感上好些 好过我们今天所想的 就最好了 但是暂时 我就是玩两三天 上季都玩一个星期内 嗯 我就比较幸运 我上季没碰过 啊 你很幸运 是啊 所以今季理论上 我是直接拿它 预算性来做对比的 我自己 嗯 就是如果Apple to Apple 就真的拿它预算性来对比的 嗯 嗯 就这样看上去 所有东西都是向好那方面 改善的 是 谁知道 但是谁知道 还有 我想那个底线就是 它那个DLC 实际上它想的影响力有多大 就是如果它每一年那个DLC的影响力 有当年D3推出ROS的影响力那么大 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它去不了那个位 它还要每一年推出的话 那就真的 嗯 前途堪忧 前途堪忧 但是我相信 11月BlizzCon BlizzCon 那时候我们会知道更多 和4有关东西 特别是In regards to 新世纪和DLC 嗯 一定会有两次 希望 我也希望它做到 嗯 那 今集来到这里先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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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会员的话 就可以继续听一间的Midnight食堂 如果不是会员的话 就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